9月8日,实力派天后那英那20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安徽合肥开唱 相比杨坤的32场演唱会,那英却成为最快兑现承诺,带好声音选手上演唱会的导师 当晚当那英爆出妞妞王虫的名字时,现场更是掌声雷动,掀起演唱会高潮 因为在中国好声音中,那英对于自己曾经搭档过的和音王虫的去留十分纠结 并当场向妞妞道歉,而这次那英安排妞妞在现场演唱了白天不懂夜的黑 也算是兑现了之前的承诺,那姐更是拿出大姐风度,在一旁为王虫和音 此外,相亲相爱的小二班多亮张伟等六名成员更知道现场为那姐助威 原因重现了在好声音舞台上令那英导师感动转身的歌曲,引得全场气氛爆棚 最后,那英写小二班所有学员首次演唱了专为中国好声音打造的全新单曲《天赋中国》 据悉,那英将担任这首歌曲的女主唱,而男主唱则上了学院 《天赋中国》 《天赋中国》 进一场歌曲 《天赋中国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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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